陆地遥感 地球是一个富饶的星球 拥有许多不同的自然环境、物质和生物 人类作为其中之一 我们努力去更好地认识周边的事物 陆地、海洋、大气层、电离层、冰冻圈 以及地表之下等等 许多未知等待我们发现 因此摇杆是一种非常有用的手段 可以帮助我们探索环境的各个方面 我们可以利用它来提高生活质量和保护美丽的家园 地球表面是我们人类进化生存的地方 并且我们学着为了人类的目的去改变它 所以了解过去和现在的陆地表面变化 及其带来的影响对于未来的计划非常重要 卫星传感器为我们提供了在陆地上连续 便捷地获取摇杆数据的能力 它可以在区域和全球尺度上提供有用的信息 全球变化 促使我们将地球作为一个整体去观测 摇杆观测 帮助我们理解陆地系统如何影响和响应全球变化 特别是在其他技术无法监测的根源地区 我们有多种摇杆技术和传感器来研究陆地 光学成像技术 光学传感器通过感知反射的太阳光来观测土壤表面和植被 这些传感器通过模仿人的眼睛来观测土壤 但是也可以使用其他波段观测 通过测量一系列土壤和植被的重要特征 我们可以提高农业和林业的管理水平 寻找矿藏 分析城市和工业用地的变化 以及研究洪涝和干旱灾害 多光谱成像技术 一副多光谱图像包含目标或目标区域不同频率的电磁波谱信息 比如只获取地表反射的红光、蓝光和绿光 显示图像时每个波段都可以单独显示一次一个波段 通常显示成灰度图像 或者一次将三个波段组合在一起 如果我们获得了其他波段的数据 也可以获得其他类型的图像 比如在近红外波段称为维彩色图像 对不同图像的解益 可以帮助我们区分土壤、植被种类、城市特征、积雪、云层覆盖区域、森林大火、矿物以及岩石准备等等 雷达散射和极化技术 在合成孔径雷达成像中 特定区域或目标的后向散射或者反射信号是很多独立散射信号的相干和 这里只见森林不见书的观点并不成立 因为在森林绘图和监测中 我们可以看到森林中的每一棵树 甚至每棵树上的不同部分 通过散射的相位和极化变化来提取植被和土壤的有用信息 微波辐射技术 微波辐射技术 探测的是目标在温度0K以上和1到200赫兹波段内的自然电磁辐射 在陆地上 辐射易受植被 地表温度 降雨 积雪 和土壤湿度的影响 其中土壤湿度是描述地表和大气之间水和能量交换的重要环境参数 陆地摇杆传感器不仅可以安装在航天器上 还可以安装在地面和飞行器上 直升机和飞机 我们就是这样创建精确的三维城市地图的 元宝rok Christmas osaurus o shepherd 带 祝福 山 和 事